精进 所以对我来说 既然出家只有一条路 精进 当然精进混作的两个方面 对内跟对外 特别 你要离一种心 一定要先对内 也就是说 你发亮了 那对方才会因为你的亮 他也亮了 在佛教里面就要传灯一样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一定要成佛 这叫做菩提心 那为什么要利益众生 因为我们很辛苦 老实说 我在这世间有辛苦吗 感觉还稍微快乐 不然其实大家都要煮煮 所以这个世间的所有快乐 好像都比较短 但是痛苦的比较多 已经我们出家已经没什么好痛苦了 出家人也没烦恼 情 没烦恼 感情 什么都没烦恼 但是呢 也没烦恼 也没烦恼 就是这样 再来是呢 又一颗的 气烦恼的心 如果你没有所谓空性 然后你就会被境界影响 包括我感觉 我每天要讲很多话 处理很多事 所以我很少睡午觉了 睡的时间也不长 但是有太多太多 如果以前还没有那些问题 现在有手机 有电脑 所以四面八方 世界各地 像我有微博 我有微博 微博里面我还有五千封信还没回 我们才被人家出力 我已经看到眼睛都不行了 但是老实说 不悔不慈悲 因为贵家有好几个 因为他们的癌症 在医院 当然他还可以看了微博 然后很痛苦 想要主持人都还问我 师父我要跳下去 我要跟他们不要跳 因为那个腰有 腰我们的腰在痛 他腰里面有癌细胞 你看 没有办法 就只想自杀 所以 他太太就拍相片给我看 只能每天抱着棉被 然后这样弯了 因为稍微叮咚就痛 当然他真的想跳 但是他连爬到窗户的能力都没有 但是他又不能跳 因为他太太 一直求他活下来 因为他两个人很小 很痛苦 那当然两三天 他痛的时候就会传给我 我就会一直帮他 一直帮他 到后来几个礼拜没传 我想已经是死了 当然 所以我只是希望他是 因为癌症而死 而不要因为跳楼而死 但是 所以 这个世间 如果 你是一个 没有那么热忱的人 当然对你来说 就像一个冷酷的医生 反正看着啊 看着啊 他的脸就会变 我认识很多医生 我也觉得 这个医生如果没有体悟到众生的病 他只是一个专业的话 甚至他已经变成组织医生 讲话很专业很冷酷的时候 对于来说是最大的伤害 因为人类最大的 最好的佛性就是悲心 其他不重要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大悲心 你再专业 你的地位再高 只会伤害你 所以就像我们很怕毒蛇一样 眼镜王 他就动就是要咬人 而且会追人 在马来西亚有一种 叫什么 忘了他会追人的眼镜蛇 所以出现在我们深美兰 眼镜王 所有印尼人看到都跑掉 因为马来人 因为他会追 一般的谁 眼镜王他可以直接这样跳到你 他跟别的蛇不一样 所以一看到 全部他们这几天放假 所以我们战日是要自己看 他就问我怎么办 我请他偷地公啊 没办法 第一个你不能伤害他 第二个你不能报警 对不对 那你要请土地公 我又要请他几个监牢地神 我传向别人 黑市民连开光 眼镜王还不算 昨天又传给我 一只绿色很漂亮 将近三公尺 他问我 我怎么知道 我叫青蛇 他说师父怎么会一直出现 请土地公 今天两个阿弥陀佛 只能这样子 但是跟你的工人说 不要惹他 但是也不需要怕他 怕也没用 因为我以前在横村 也是经常碰到这些 后来我发觉怕他没用 怕他他可以跑到你房间 你一个不小心 因为我也有一个是兄弟 就走到他们旁边 买买买买 什么事 左倜买买买买 眼镜蛇 因为我本来就看到那只蛇 但是我后来就知道 他不会进我房间 他进他房间 因为他脾气比我差 有一點毒 但是我有一隻中狗 那隻狗仔 那三天守在我的房間門口 因為我有狗護法 那隻狗仔本來是被拋棄的 大家都不愛 我愛 我就看我師父 好 龜佛龜法 叫萊弗 終於得救了 他不用給他丟掉 我就養他 那是他為我而死 所以那隻眼鏡 他守在我這邊 所以他被咬 他跑到對面的房間 所以你怎麼房 在你房間 在你床下 他什麼時候進去 不知道 佛小小因緣不可思議 所以同樣兩個人 那因為我這個人不生氣的 雖然我有脾氣 但這個人不會害人 這幾個我從小到大 基本的 我有個性 但我絕對 你拐輸叫我怎麼樣 我都開心了 我就不會去設計別人什麼事情 我就不想這麼做 那這一點還是一點點善根 那因為這樣 所以他不會咬我 所以那你跟他說話他還會聽 你拿東西給他吃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說 這次看 所謂的苦 都是我們大家一直起心動念 所以起心動念可以 但是各位千萬不要 給人家 有些人喜歡 小腦筋 設計設計 不能這麼做 我們再好的腦筋 再笨都沒關係 笨也沒關係 不要害人 不要設計別人 所以就算你養個流浪狗 養到全身髒髒了 但是養的沒有很好 但是我還是想要保護他這樣而已 這是學府的基本的條件 基本的條件 那 但是話又講完了就是說 但是有時候做生意的人 或是為了交男女朋友 為了搶對方 為了保 你可能會用一些心機想要去 把對方給傷害走 這就叫做毒 這個叫毒了 那我們學大乘佛教 就最怕心中有這個毒 就是說 你可能會設計傷害眾生 就像我們看 這個三昧水燦 他誤達國師 講一句 背後 功能一句拍尾 還對方給我斬腰 那我落口了 對他來講 他懺悔了 十四的修行 夜還是來 我想我們修大乘佛教 各位先要學這個 不管你搞不定打成肉醬 那我還是靜靜的 我只想說 我哪會痛 但是我不能去害你 告你 所以有人跟我說 十五的修行 你不能去告 你千萬不要有這個想法 你想告對方 你就不是佛教徒了 因為佛教徒 特別大乘佛教 為什麼規定 連吃一塊肉也不行 就是因為他很疼 他很疼 他很疼 你如果加了就代表 你沒悲心這樣而已 那這個悲心沒有了 那你修什麼大乘佛教 就跟你沒有道理 所以今天我們 我真的認識很多很聰明很聰明的人 做什麼事情很聰明 但是他就少了一個善良的心跟悲心 這是比較可憐的事情 那因為這樣 所以各位要發一個願 不管我做什麼事情 我都不會想要報復 反擊 就讓我被誤會了 然後說我這小偷要怎麼樣 我還是靜靜的 這是基本的條件 那第二的條件 這叫對內 對內 所以佛教說 大乘佛教就怕 就怕你有這個傷害的心態 所以持戒度悔犯 就是說你不可以 有一點點念頭想要傷害 對方要報復 所以那第二步 那你才會想說 以這個為基本 然後怎麼去幫助眾生 那為了幫助眾生 各位一定要脑筋 要非常的細膩 細膩 因為方方面面 不容易堅固 就像我現在很喜歡超度 各位很多人 跟我很喜歡做焉供 那有很多做焉供的人 也經常傳給我很多問題 其實我已經沒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像我現在 我只能說 我也保留這種直覺 可以處理事情 所以為什麼說 當然修行要修行到 一個菩薩要躲中心 你如果沒得到對方 在想什麼 乃至 你就算知道對方 在想什麼 也不夠 他過去是造了什麼 也等等等等等等 你都要還有 有一個很冷靜的直覺 所以說過這 我希望各位還是要多念佛 像我的方法很簡單 可能各位也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我會請觀音菩薩 我會有一種固定的觀音菩薩 那個臉在我面前 我已經習慣了 所以打坐的時候 所以 然後這個事情有困擾了 那我很認真地 提請觀音菩薩 這個事情要做還是不用做 那很習慣了 他就會回答 什麼叫做回答 那是念頭 念頭 你會覺得 管仙菩薩說沒問題 OK 沒問題 但是 久了以後 你會發覺 當你念頭很端正 存心為對方好 你講的事情 百分之一百 這沒有 沒有為什麼 因為這是你自己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心裡 有一點懷疑 或是有一點動機不圓滿 或是有一點沒信心 或是有一點怕 那這個 這個佛菩薩跟你之間的加持力 就不容易展現出來 你就沒信心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說 哎呦老和尚很準 所以我每次以前 在慧瑞講到出門 我就問法政長老 法政長老 今天要不要戴雨傘 不用 OK 沒一遍沒準 因為法政長老 有時候我不問他 就戴個雨傘吧 OK 這個叫神通嗎 也可以算 因為他的直覺 所以很多人來找他 生病啊 或者精神啊 他也不會講話 他不講話的 去超心經 去拜佛 但是我都會觀察 真的有用 那你說他 他只是一個 因為他無所求 他有悲心 就像我師公 真話長老看人 很準 他才跟我說 海盗 我跟你說 那個人怎麼樣 所以有一次 我就問我師公 那師公你看我怎麼樣 你沒問題 只是不努力 因為他要我看很多經典 他要我去日本 讀完所有的書 他說 我認為 我太老了 再來 讀書也沒問題 但是 現在人 更多的需要一種 心靈跟生命的感受 跟經驗 所以我選擇 通俗弘法 去面對人 所以我講到這 各位要 要有那個習慣 就是說 你要行菩薩道 目的就是要度眾生 那你要度眾生 那你要接觸眾生 愛眾生 再來 你要能夠了解 眾生的心態 那眾生的心態 當然有好的跟不好的 那不好的 你還不能生氣 如果你討厭 一個人 真討厭 一個人 愛心的人 你沒辦法度眾生 你對他的愛心 你也可以好心 這樣 比如說 你看到最毒的眼鏡蛇 你就有一個方法 不要用毒 你好可憐 你也很痛苦 你會怕 所以你才要咬 你要用念頭 毒他 所以我也經常 跟這些眼鏡蛇說法 那說法 你要知道他想什麼 他又怕 然後又有毒 他也不是故意要咬你 但是因為他就怕你殺他 這樣而已 他那個畏懼的心態 想必以前眼鏡蛇是一直 很聰明 很聰明的傷人 或是什麼 但是因為他傷了很多人 他現在的目的 活著就在怕 他唯一的想法 叫攻擊 所以你要跟他講 你要把 觀音菩薩的心態 給他 各位就叫我 觀音菩薩的心態 他要給他 這叫做念菩薩 念觀神菩薩 對方就是怕我 對方嚇到胎 那是這個人 現在在打拼了 很辛苦 你要把救出那個心給他 這叫做念菩薩 這叫做念菩薩 但是如果你 你把你的這種 譬如說 這個人在生病 那你不懂得安慰他 你只會 好 你不要疼 你不要疼 我在那邊看病人 我 本來疼了一半 我講過了 你說疼了百分之百 這不是來照顧過人 這叫做願親賊助 那我也不能講話 因為隔壁床的 他就一直刺激他 對方一直 然後兩個就在那邊 要变得死了 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沒辦法 他沒有學佛 那好好的人 靜下來 趕快念觀音菩薩 念要事佛 念地藏菩薩 再融入於他身上 然後這個正在找他麻煩了 你也不能罵他說 你老婆就要死了 你不要給他好死了 他一定要給他拍戲就對了 所以那你也要念給他 對我的人 對拍拼的人 對一個爪 對一個舵胎胎 我想各位 我們很喜歡超度 其實 超度我認為是一種高級的 為什麼 鬼道都有他心痛 所以如果你的心裡面 還有一些傲慢啊 雜染啊 對立啊 他就會排斥你 甚至你要去嘟著鬼王 跟你拼著 他會讓你很難看 所以我認為 我喜歡去監獄 或者我很喜歡去面對那些跳檔通靈的 我們說真的不要說假的 因為我喜歡這樣子做 對我也是很好 因為 所以我跟別人說的 我跟你說不好 那心恰恰就知道做演講好了 我跟你講道理都講不通 話要講回來 念一下 來 真心待人 就是你要從內心裡面 就是說 純潔 真希望對方離苦 不要怕對方 我發覺現在很多人沒有福報 賺錢啊賺不錢 身體啊壞 家庭啊 處理不好 因為他從來沒有真心待人 抱怨 對立 防對方 這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們學佛是要找到我們的自信 這是很單純的 就像中國人講 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 可以 千萬不要因為你做了領導了 做了有錢人 做了官員 然後你把你的自信跑掉了 變成看起來很現實 很對立 很排斥 所以 丁其人你可以打給 丁其人你看到人都會怕 丁其人 丁其人你用棒扇給 丁其人你感情很脆弱 那這個叫習性 丁其人的事情 你不能拿來 你要相信人 你要相信自己 但是 人往往都在這種心態 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要訓練 訓練 訓練 站在對方的心態 怎麼樣來熱忱 只是現在的社會跟以前不一樣 現在的社會 各位 各位在佛經裡面的解釋 躲得不得了 看你會堵 會睡 我告訴你 那人是活性 那人是公法 那人是神地性 你看不完了 所以現在就叫答案公佈了 沒問題 那問題是 你怎麼用 所以你還是要去了解這些 那為了了解這些以後 是為了用 用在對方身上 但是用的時候 不要相信自己 我們是一個操作者 那真正的力量 來自於佛陀的圓滿的 智慧啊 慈悲啊 意思是說 我知道說 要把佛的圓滿的智慧慈悲 你的功德融入在你的理心裡面 用好的循環去做 但是呢 我們做了沒有一百分 就像說 這個 一個很會唱歌的歌星 把一個很好的麥克風交給你 結果你就收聲 你閃避得不好 整個都壞掉了 並不是 並不是這個歌星有問題 也不是麥克風有問題 是你本身的聲音不好 也不是你平常不會唱 只是你看到那麼多人就嚇到了 等等等等的理由 所以 你如果不去愛眾生 你就不知道怎麼用佛的心 也不知道佛的心是什麼 所以各位 大乘佛教就在這種 愛眾生裡面完成修行 大乘佛教就是愛的修行 這樣有利也無利 不是一種自閉 一種排斥眾生 孤僻 那你就沒辦法修行 你要真實的想要去愛對方 然後那個時候 才有慚愧心 佛有百分之一百的空性大悲心 結果 在我的外出去了變二十分 因為展現不出來 展現不出來 所以 我希望各位多觀修 譬如說 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 那你要觀修 還是你念 歐曼尼佩命宋也可以 歐曼尼佩命宋 各位都知道 是要以大悲的精神幫助 六道所有無一餘的友情 斷除他們各自的煩惱 業障 習性 然後 而進入了圓滿的 觀音菩薩的菩薩 而進入了佛的淨土 你 這樣說起來很簡單 這裏有五百的 每一個人的淨頭是什麽 你都要一個一個突破 但是你用的是同樣一個觀音的心 但對的是不一樣的眾生 但是如果你討厭這個 或是你不願意去實踐這個 或是你沒有耐心 那你就沒辦法 所以各位要不厭其煩的 從有形的到無形的 從天人到地獄 你要常常去觀修 這個叫 地藏菩薩叫橫河沙定 像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 你就變成 觀修你變成地藏菩薩 按照地藏經裡面 所說的為參考 然後 開始去實踐地藏王菩薩的行為 那種叫做觀修 但是這裏很重要 你要百分之一百相信 地藏菩薩就是你 你就是地藏菩薩 你要以這樣子的精神去做 但是怎麼樣幫助這個地獄呢 這個強姦犯呢 這個正在賭博的呢 那 你那個時候要方便 要怎麼說 要怎麼叫 那你要一直去 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 你負責 悲心 然後慢慢你就會開智慧 好啦 你觀修好了 那你開始在白天 帶人接物上班做事情 你要顯現在你的事情上面 地藏王菩薩沒有貪心 地藏王菩薩沒有驕傲 地藏王菩薩不會講別人是非 所以基本上你要守五戒 八觀災戒十善業 這是基本你要做的 你不能說 我就是在念阿彌陀佛 但是我屁股很難的 你不要幫我捏 我跟你說 我這樣說是比較嚴重 但是你把事情給錯了 喔 所以我認識一個老菩薩 我經常說你根本沒有在念佛 我俗你這樣說 我整天要念幾萬遍呢 我說你沒有念佛 你在念佛 你怎麼在念佛 什麼叫念佛是 你要念這五分鐘的佛 你要跟阿彌陀佛 百分之百合一體 那時候你是在休憩快樂的時候 所以各位今天來想北萬災戒 有快樂嗎 那有的是你認真 那不是因為你還在想那件事 你還執著我就重心 我兒子沒有友好 我兒子在吃毒 我兒子幫我幫忙 因為我很孤單 我在欠錢 不管你有什麼任務 你有什麼想法 你要放下 八關災戒教 一時捏盤 你說你要將這四間法 刹那請不能有世俗的想法 你要看嗎 你全然給你去做管神菩薩 做蓮華僧大士 做阿羅漢 古才利 那你要全然合為一體 那做菩薩要做什麼 做菩薩是說我是菩薩 坐在那邊拜 不是去救眾生 所以我們要故意放生 嚴重 超度 所以早上我們音響 去去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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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嘗嘗啊 我哭嘗 我都在缺點缺點缺點 吃 剛才我們贊宗法師說 拜託 你每天去喝幾個臨 有喝 我哭你 你哭你哭 哭你哭 因為我們光那個本子 就1700萬個肚腿胎 你用这嘴 你好像看着吃不肉 不然你也 比较多比较多 我想你既然要超度 不够吃 来的是无量无边 但是你要去观想 因为如果很顺就没问题 有一不顺 你要去想 但是你怎么想我 那你就请示阿弥陀佛 我现在这个音响怪怪 还是口渴 还是哪里不舒服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直觉 这个直觉是佛的念头 佛的念头 那你就 你可能是这样 你做做个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像我刚刚 我把酒很难 下午的时候 好像在烧 一直掉眼泪 后来我就 自己也在那边 打坐打坐 接下来说 看看我看得见 看不见 结果还是看不见 后来我才知道 一只眼睛被 被弄瞎 在流血的星星 后来我看不见 但是 好吧 赶快写牌尾 只剩完就好了 你还不能不信 所以 我只剩完就好了 原来这个也不是 我有时候还可以感应 我有时候很认真 但是有时候 我有一点烦 我就 没办法 我要透过 其实各位拔杯 你不要自己拔 叫第三者拔 人家很冷静 对不对 你自己拔 我就是要够这个十拔 怎么拔我也不可以拔 没有杯也让你拔得有杯 所以禅词法师 他说 你拔一杯就行了 你不能拔就行了 一杯就是 有信心一杯 没有信心三杯 要拔到三杯 没问题 对不对 其实上是透过 第三者 冷静的分析一下 这样就好了 当然 互相帮忙吧 只是说 这个只能从你 自己在面对事情里面 怎么样的去 我刚还没有出家以前 学道教 他们叫我打坐49天 结果每天打坐 我就遵徙 每天一两个钟头打坐 后来我就变成 我没有看 我只说 你有堕胎 那你知道 我说你有堕胎就有堕胎 为什么 两个 一招一招一招 你怎么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 你快去超度了 后来我发觉 这样也不对 我就不再想这些东西 但是我那个时候 变成有这个直觉 我原来打坐 可以让自己 有一个直觉 反正你就有个念头 说他有怎样 有些是你有影像 有些是你身体有感触 但是佛教要我们修到 用心去感受就好了 这才是佛法 不统一别的宗教 其实这个疼不是我们的疼 那是他在疼 我们其实都是我们的疼 就像地藏经说的 你梦到你往生的爸爸来找你 那个不是 那个是因为你跪起无量寺的父亲 所以他必须变成你的爸爸的形象 不然你不会为他念经 所以你为他念三遍七遍地藏经 那就好了 只要你相信 而且因为他要我们修行 我们念三遍地藏经更有修行 可以回向一个往生者 或是这个亡魂 当然对我们还是好的动机 但是我要说这个意思是 当你对外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对任何个性的 不一样种性的众生 你都要有帮助他的经验 你说这个世间有八万四千烦恼 每一个烦恼你都要体受过 而且超越过 我是对胃癌的 叫我胃癌 我胃癌的过程是怎么胃的 我得过胃癌 就像我一定会说 学针灸的人 没针你要自己扎过 自己扎你才知道痛 然后你才懂得去扎别人 同样的意思 一个要行菩萨道 你要葡萨一切一切众生 所以一切一切众生的痛苦 你都要面对 快乐 你都要超越过 什么叫快乐 哇这个人你好爱他 这个人给你很多钱 这个人你看到他心里就很 很想跟他在 这些你都要拔得开 你不能说你在赌众生 但是你又执着 所以我说很多人很聪明 包括出家人 包括会打坐 但是他到那一关他就过不掉 所以你的 派去 乱去 因为他起心动力 他有私心了 比如说男生女生 同班同学在一起 当你不爱上某人 大家相处很好 当你去爱上某人的时候 爱把人说话 你就受不了乱去 所以我想同样我们去度众生 这个人 都没有 归相对